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这次甜心的出现 组织者是希望大家不要忽视恋童痞这类人群的存在 另外也想警示大家 网络恋童痞的数量正在超出所有人的估计 网络已经开始逐渐成为性变态者的游乐场所 所以在这儿我要提醒那些有这些怪癖的人一定要注意一下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在互联网上无论您是看还是传播还是点击这些有关幼童的色情图片的话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属于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 好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互联网转移到奥地利的一个家庭当中 据说在这个家庭当中最近发生了一起非常诡异的事情 什么诡异的事情呢 在他们的家庭里头有一个家用机器人 就是我们现在在超市里都能看到的那种圆盘型的扫地机器人 在他们家已经工作了四年了 没有什么故障 但是没有想到前不久 当这家主人下班回家的时候 却发现这个机器人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启动了 而且他居然爬到了家里的灶台之上 打开了开关把自己给烧死了 现在这个厨房的炉子上只剩下了化为灰烬的零件 整个房间充满了机器人自焚之后的烟味 报道接着说有的科学家推测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机器人自杀事件 是因为机器人受不了清理工作太过沉重而选择了自焚 虽然说这种说法有些夸张让人觉得不可相信 但是科技是在不停的进步的 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不断的提高确实是一个事实 比如说有在谷歌工作的研究人员就说了 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谷歌 它的庞大系统如何去辨持一台碎纸机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自己就学会了去辨认 实际上无论是这些工程师们所说的 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件 还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扫地机器人自焚事件 他都很尖锐的指出了 让我们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机器智能是否是具备最终极的一些人工智能 而导致最终出现人类与机器人的大战 虽然说目前电脑远远没有我们人类的大脑这么发达 但是谁知道未来他们拥有了学习能力之后 是否会迅速的赶超我们 到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子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科技简讯 中国首个出生缺陷机芯片数据库 即将在年底建成并供临床参考使用 我国是世界上出生缺陷高发国家 数据库建立以后 在婚前运前和运早期 人们可以通过采样提取DNA进行比对 防止新生儿缺陷 前不久考古学家在秘鲁的墓穴中 发掘出了一大一小两个木乃衣包 这两个木乃衣包距今约一千年 他们被用植物纤维绳捆绑的十分完好 考古学家推测 大兴的木乃衣包是马里时期的统治者或祭祀的遗孩 另一个是陪葬儿童的遗孩 继美国放松对商业航班中便携电子产品的管制之后 欧洲航空监管部门也做出了类似举措 近日欧洲航天安全局宣布将放宽旅客在飞机内使用电子设备的限制 乘客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全程在飞行模式下使用电子设备 在飞机起降阶段无需关闭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可以在机舱内阅读电子书籍玩游戏看视频 不过乘客飞行途中仍禁止语音通话 也不允许经由手机网络的通信 照片中这头被蒙上眼的黑犀牛是一位准备前往新保护区的乘客 通过直升机转移黑犀牛是一种既快捷又安全的方法 这一迁徙工程始于世界自然基金会黑犀牛扩张计划 这一计划已经持续了十年 旨在通过为珍稀动物提供更多的繁育栖息地实现其树木的增长 截至目前已有约140头黑犀牛成功转移 近日有报道称科学家们在土耳其西南部发现了神秘的小型木蝎新物种 这种木蝎的身体颜色从浅褐色到浅红色不一 并且喜欢待在潮湿而阴暗的地方 虽然这种生物长有可怕外形的尾巴和钳子 但它们只有几厘米长并且对人类基本无害 日前澳大利亚邮政部门推出一种视频邮票 可以允许发件人随包裹发送一段长达15秒的视频信息 发件人只需要通过手机扫描邮票 然后用邮政局提供的软件录制一段视频 把邮票贴在包裹上 当手件人接收到包裹后 就可以使用手机扫描阅读邮票中所包含的发件人的视频信息 这款邮票目前正在试用期 一旦效果理想将会被永久采用 近日一则名为从此不套手机壳 看完吓死你的留言 在微博在网络上面热传 这个信息里面说 手机壳是含有超强的致癌物质的 它随着我们打电话发短信使用手机 就会顺着呼吸道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 这则留言让很多人深感伤不起 大喊 连手机壳都开始坑爹了 这世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的呢 我们平时见到的手机壳一般可以分成是硬壳和软壳两种 硬壳是比较常见的 主要材料是聚碳酸质树脂等材料 而软壳的材料主要是硅胶 本身应该想都是无毒的 不过手机壳的确含有致癌物质的可能 一些小的装饰物或者是拼贴出来的这种手机壳 生产当中会使用固色剂胶粘剂灯 这些东西里面就可能会含有甲醛了 所以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一些来路不明的地摊上销售的特别便宜的手机壳 他们为了降低制造成本就会使用一些廉价的配件和材料 这就有可能在让手机升温的条件之下产生像甲醛这样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尤其是当我们使用3G网络的时候 当我们频繁使用手机的某些功能 当我们给手机充电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知道这个手机会变得很热 一旦加热了之后 有害物质就可能会吸出 这一点倒是正确了 不过您也不用为此担惊受怕 这些致癌物只有在人体内积攒到了一定的量才能够致癌 而正规厂家生产的手机壳中 就算是含有甲醛类的物质 其含量也不足以致癌 并且它也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挥发 如果是在室外办公室等开放的条件之下 不会对人产生实际性的伤害 所以只要选择正规的厂家购买 或者减少使用手机壳 就不必担心有致癌的风险了 其实细算一下 我们家庭生活当中 现在所使用的各种材料 无论是材料本身 还是一些胶粘剂 定型剂 或多或少都会含有这样 或者那样的一些化学物质 我们想要躲开 它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实在是太难了 好 结束了今天的资讯内容 请继续收看科技之光 接下来的节目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位癌症患者艰辛的抗癌历程 据统计在我们国家 现在每年新增癌症患者是300万左右 每年因为癌症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70万 相当于每一天有7300人死于癌症 在林林总总的癌症当中 一线癌又以生存期短 恶性程度高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杀手 像我们比较熟悉的苹果手机的创始人乔布斯 著名的南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 还有香港的著名电影演员沈殿霞都是死于疑线癌 那么对于疑线癌 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抗争的脚步 深秋的重庆 窗外烟雨飞飞 西南医院肝胆外科的病房里 一家人围在56岁的卢阿姨身边 除了卢阿姨自己 所有人的心情和这天气一样灰暗 十天前 刚刚庆贺了孙子的周岁生日 卢阿姨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 他自己的解释是沾了冷水受了凉 但是在这十天的时间里 儿子带着他从县里到成都 诊断结果令人恐惧 一线癌 瞒着卢阿姨一个人 一家人开始的紧锣密鼓的安排 把年幼的儿子送到外婆家 卢阿姨的儿媳妇辞去了工作 儿子弟弟弟弟媳都在单位请一假 他们知道他们将面临的是什么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必须要团结 谁都不能够轻易地放弃 所以一有机会 我们肯定一定要把握住 最大的心情是希望 这是手术能够做成功 能够 至少说这一生没有那么多遗憾 能快把妈妈的病治好 至于能活多久 我们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 只要能把妈妈的病治好 能活几年就算几年 他们建国的所有医生都告诉他们 去重庆 去西南医院 因为那里有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 那里的肝胆外科是全军临床医学重中之重的建设学科 西南医院肝胆外科主任 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肝胆外科医院院长 别平教授率领的团队能帮到他们 别平教授长期同事肝胆医外科疾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积极探索肝胆胆疑外科疾病的机制 作为项目责任人 承担了国家军队和地方等科研课题十余项 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手术是治疗医线癌可能治愈的一个主要手段 因为发疗放疗都不敏感 直接靠手术还可能达到临床治愈 手术是挽救卢阿姨生命的唯一方法 开始有什么不舒服的治愈疼疑 疼不疼 就是有边有点疼 吃饭呢 不想吃饭 它这个胆管扩张啊 虽然是中下段 但是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医管是在体位不扩张 颈部基本上看不见了 在那个头部还正常的 包括是围绕这个颈部长的 这个坐起来就麻烦 这个难度比较大 明天难度是这个地方才切得完 我也还要多切一点 这个胃都鼓励有问题 她那个你的婆婆手术还是比较大 时间估计也长 但是在我们这个口里面 做她这种类似手术 已经做了从07点开始算 我们就做了800多粒 就是这个血管切除的话 也做了100多粒 所以你们也不要太紧张 我们从07点就开始做这个工作 其实比较久了 天渐渐黑了 明天一早 卢阿姨就会接受一台难度极大的手术 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 对她的家人来说都充满了紧张和焦虑 今天晚上肯定是非常难过的一夜 因为明天做手术了 我们心里面肯定都捏了一把汗 现在的石头肯定是悬着的 肯定是在高空悬着的 等于明天做完手术以后才知道结果 什么时候做完手术 我们就在手术室外面一直护着 只待我妈妈出来的那天 出来的那个时候 天还没亮 重庆西南医院肝胆外科的医生们 已经在别平主任的带领下 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多少年来 这样强度的工作节奏和超长的工作时间 对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来说 无论是高年兹的教授 还是年轻的主治医生 早已成为习惯 早上八点钟 卢阿姨的儿子儿媳 陪着手术室的工作人员 把卢阿姨送去手术室 这个病人是一个疑头癌 疑头癌的非常容易 侵犯这些大血管 还可以通过血腥转播 转移 还有通过淋巴结转移 它应该算得很晚期了 包括我们看了一下 应该是超过将近四公分的 已经侵犯血管了 并且把主要的打的静脉侵犯了 动脉还没有侵犯 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个病人 还是有切除的机会 它那个难度主要是 一个是它这个疑头来 转移到疑头上方的淋巴结有转移 就是紧淫这个动脉 肝动脉 再次侵犯了门静脉主钙 脾静脉 还有长静脉上静脉 就交汇处被侵犯 侵犯的阶段呢 我们看了一下就两三公分 还是比较广泛的 尤其脾静脉 已经侵犯到 侵犯到将近两种分 脾静脉 今天为卢阿姨实施手术的团队 是西南医院肝胆脉科一线病区 从2007年成立以来 就将中晚期移头癌作为切入点 做了大量的临床研究 到现在 别平教授率领这个年轻的团队 完成了移头癌手术500多例 切除率达到70%多 对于卢阿姨的家人来说 等待还只是刚刚开始 这个病人那个包块 主要是位于头 这个地方 你看很大 基本上移头 基本上全是包块占据了 再看那个上缘 上缘是移头 移线颈部的上缘 这里也有淋巴结那个侵犯 所以那个包块很大 我们要做的话 必须在那个移线上缘 先把那个肝动脉药解剖出来 要把它流离开 到皮动脉那个位置 才能把那个移线 整个暴露出来 上缘暴露出来 再把门击脉主干 再暴露 这个是手术难度非常高 风险非常大 它因为压力高 很有障碍 一般的没有这个技术 疾本功的话 是不敢去做这么复杂的手术 尽管有着丰富的经验 尽管术前对手术难度 做了最充分的估计 当充分暴露手术视野 别平教授发现 卢阿姨的病情 远比核磁共振影像 更复杂 更严重 一个高难度的手术 肿瘤侵犯广泛 手术能成功吗 科技之光继续播出 漫长的影片 包括很大 情况的比较广泛 把胃十二场动脉 侵犯了 再把胃痘 侵犯了三分之二 痕迹肠细末 侵犯了是 切得非常紧 并且变短了 缩短了 所以分离这个地方 花了很大功夫 现在才把它 基本上由离开 这个我谈查了一下 还是有希望把它切下来 待会我们再出去 跟他家伙沟通一下 让他愿不愿切 在手术室外 等待了将近四个小时后 卢阿姨的家人 被叫进了会谈室 紧张焦虑 一下子把他们抓住了 就看你的意思 他是切还是不切 我把肉眼看得到 就切干净 但是有些微小照 选我一下才能看得见 我就没办法 毕竟这么晚 我们从以后生成资料来看 其实还是要好一些 以后再说化疗 生物资料 或者演员资料 这些我们再谈 那你再签个字 对卢阿姨的家人来说 焦急的等待还要继续 手术室里最紧张困难的手术部分 还在继续 这个把这个把它剪掉 抓紧嘛 哎呀成功了成功了 经过了六个小时的等待 当毕竟教授再一次把卢阿姨的家人请到接待室 带给他们的是一个让他们放心的好消息 估计还要将近一个小时吧 组断门剂脉 那个不是要切门剂脉在做五盒吗 皮肌脉也切了一段 你把皮肌脉做了一个人造血管加长 两个那个人造血管 一个门剂脉这么长 皮肌脉接了两公分 再把皮肌脉接的 又接到门剂脉的上面 做了一个T型的 T型的吻合 依旧是天还没亮 别平教授早早来到ICU 他和他的团队们永远是这样的习惯 一早就来看望手术后的病人 有点肿啊 出皮血了 这人脚啊 什么呀 舌头在身上 你踢管在哪 踢管在哪 胆子有三尺 一管在哪 一管有五盒 四尺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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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后背也行 后背也行 三尺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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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 今天能够换 多少钱 健全来 先换多少钱 二比一 二比一了 二比一了 抽出来成功的 要担心 昨天这个手术 难度是很大的了 因为它已经 有点稍微还超越了 就是 门基脉和 长性脉上基脉 那个范围 往皮基脉 那一侧 有点扩展 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这可能就是 一千万颗里面 难度最大的一个手术 就是说 它的肿瘤 就是一个 有侵犯的血管 这种 按照 以前传统的说法的话 这个是无法切除的 只是 我们 在我们这里 这种能切除的话 也是最近几年 我们做这个手术 可能对病人的 长期生存 平均来说 没有多大的影响 但是 知识统计学上 没有意义 但是对病人来说 临床是很有意义的 一个人多活半年 多活一年 多活两年 这个对病人来说 是一个 非常有现实的意义 就是社会意义很大 它可以 多半年 或者多一年 它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结婚 甚至她的孙子的出生 是吧 这种感 这种社会意义 就是大于 它的一个 就是统计学意义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尽全力去做这个事 虽然很难 但是 经过大家努力 这种社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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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后 在最后这个间断 那么病人的成果处理以后 那么生命体育下断还是平 下断还是平 一般的下断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般 起码有半个月的事情 病人就能正常的活动 正常的进食 应该是一个成功的手术 最后这个管理的经验 各方面的介入 这个团队 这个病人的一个维护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难度巨大的手术 对于卢海权和他的家人来说 是他们面临的第一次重大的考验 那么这个亲情团结 不肯放弃的家庭 在今后还会面临着许多关口 这一次成功的根治手术 给了卢海权 接下来进行了综合治疗的可能 而很多其他的癌症患者 并没有能够看到 人类战胜癌症的那一天 但是我们应该能够看到 科学技术的进步的力量 以及人类战胜癌症的一些信心 我们也相信 伴随着这些医疗技术的不断的进步 会给更多的患者 带来生存下去的希望 咱们在这儿 还是祝愿卢海权今后的治疗 都能够顺顺利利 希望他们全家人都能够幸幸福福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去